鼠马的人在龙年你本身要特别注意的 一旦你进入了龙年 运势不如去年的一种顺畅 尤其是今年你的命中见天狗 钓客等凶心混乱 那只有我们所谓的地姐小吉星来拱照 明显的使得你的龙年算是属于运势 属于低沉的 那前路齐齐不平 同时身体的健康欠佳 行运多足 人才两师 不利于经商者 打工一族要求稳 学生考试避免糊里糊涂 一良机而不能得 那么如此而言 你就应该守旧为上 不可奢侈的一种期望 必须步步为营 乘着应对 远离是非的意思 绝对不要做担保了 以避免好人做坏事 陷入困境 不能自拔 属马的朋友们 今年容易犯小人 容易被麻烦的事纠缠不清 所以麻烦你注意 协调好人事的一种关系 以避免工作带来的一种影响 事实的一种放慢脚步 以坚强的毅力冲出难关 那么至于你的财运 今年是属于破损的 财运有所反复的 也就是说这个月很好 下个月很差 然后另外一个月很旺 然后下个月又遇到挫折 所以今年不要做重大的投资跟决定 凡事要冷 炒楼炒股不移 以避免血本无归 下半年的运势 消有改善 应该好好的一种停顿 整理一个心态 属马的朋友们在农年 今年你的运势感情运之中 由喜忠带忧 尤其是单身男女 应该主动出击才能把握良言 命运中的一种爱理 要避免争执 或者是一种建议失签 而造就了一种感情的冲突 应该我们所谓的心平气和来讨论事情 那么至于你的健康运 属马的朋友们 今年反而是属于喜讯 并无大碍 唯一要注意的就是所谓的火气太旺 或者是干火太旺的这种 我们所谓的小病 那么必须要有一种 注意血液循环的一种功能 所以避免暴隐暴食 多休息 属马的朋友们 今年你需要借运 借世 借利 借贵人 聪明的人 以人和为主 所以属马的人 你可以向谁借利呢 你应该跟猪跟猴合力 来帮你谋事 形成的一种成功 另外 鼓励你收干儿子 干女儿呢 或者是摆放我们所谓的太极连化症 均可帮助于你幸运 以及帮助于你的一种突破 另外 红运斗把你的财分扩大 那么你的心运数字为七八四八